各位朋友,現在是五點 沒錯,我今天比較晚出門 我現在還在大龍街 剛過大龍夜市 我是已經上線了 今天,一樣 就是比較順其自然的態度 佛系跑法 順順的跑,有單就跑 因為今天下午沒有下雷雨 我是有點擔心晚上會下大雨 所以我就看狀況 要是下大雨了,我就不跟他拼了 我就趕快閃人回家 大概是這樣子 反正今天就順順的跑就對了 我現在是要慢慢的往老地方前進 希望是 今天也就是順順的單 不求非常多或是要達到什麼目標 順順的跑就對了 好了好了,過馬路了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這個 南京西路尼西埃市旁邊 那我接到一單,猛假雞排的單 那其實是先接到這一單之後 又接到另外一單 待會兒要去拿飲料 這兩單是同一個客人點的 然後分前後進到我手裡 那算是開市單啦 當然啦 那第二單呢 就比較便宜囉 24塊 不過我想說既然送同一個地方 那就算了啦 反正今天我本來就是 想要順順的跑 涼涼的跑這樣子 心態很順 哇,各位朋友 天很黑啊 黑成這樣子 這個 有下雨的可能性啊 應該講說可能性很高啊 反正待會下雨我就下線啦 今天就不跟他拼了 嘿嘿嘿嘿 那我現在是要去送 第幾單啊 第4單啊 第4單啊 很近啊 就是從那個老地方 往那個 中校西路一段 50號那邊送 很近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公園路 我後面是北車 台北車站 我現在已經感覺 好像雨慢慢變大了 我手上有一單 可能送完我再看看狀況 實在不行我就傻人了 那 各位朋友 下期雨來了 那 我現在手上有一單 老地方好朋友 subway的單 我現在 要送去中山南路那邊 收單的時候還沒下雨 取完餐之後上來 雨開始下了 那看這個雨 我是覺得 算了哈 還是穿一下雨衣好了 穿一下雨衣 穿一下雨衣 這樣 雖然沒有很大 但是這種雨其實也是反啦 那我就大概看一下狀況 看他會不會停一下 因為這個雨還是小小的 廢話不多說 趕快送單去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國家音樂廳 好 那我終於把這單送掉 下雨 今天 雨其實我覺得 還好啦 不過我就已經下線了 我先騎段路 騎到老地方看看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博外路上 我剛剛把手中最後一單送掉 我剛剛被系統拉到中正萬華 轉不出來 喔 又要我送中正啊 可以啦可以啦 這個送到幾難路 好 那麼 剛剛我送我手邊的最後一單的時候 系統丟了三單給我 全部呢 是假單 然後呢 第二單呢 往板橋跑 哇賽 真的是 金額很漂亮啊 但是我就不想過橋 三單全鋸掉 好啦 那我現在要去取餐啦 Campus咖啡站前店 可以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中山北路二段 就是 歷經 歷經這邊 LV旁邊 那現在是9點29分 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跑 沒錯我跑20趟 然後 不知不覺就拿到了 這個 假日的這個燙獎 第一趟 而且還完成了第二趟的六趟 喔 講錯了 完成了第一 第一個趟次的行程喔 的30趟 因為昨天有跑嘛 然後今天 不知不覺就超過了 我想 然後又多跑了六趟 那原則上來說 其實在跑四趟 又拿到220塊 笑死了 那因為現在9點半 那其實已經都沒有雨了啦 沒有雨了一段時間齁 今天晚上的這個雨 就是 除了一陣比較大之外 另外小小的就OK啦 不過那個時候 我人在中正區 哇 真的是 系統很喜歡 把我往中正區拉 然後我也意外發現 因為我這 最近這一陣子 常常會被系統拉去中正區 我有發現中正區好像很缺失機 因為我常去的時候 那那個餐點都已經在那邊擺了很久了 甚至我今天去一間店 那個店家跟我講說 他等我們司機齁 已經等了四十幾分鐘 才等到了我這樣子 然後我嚇一跳 我想說有這麼誇張嗎 那 反正我覺得中正區 或許大家可以 就是 你手上是沒有單的話 那或許你可以去中正區去碰碰運氣 那範圍大概就在捷運古亭站的周圍 然後我會建議就是盡量往那個 這個羅斯福路杭州南路交叉口那附近 或和平西路 然後什麼三元街啊 廈門街啊 那個附近 去那邊轉一轉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因為這幾次我幾乎都被往那邊帶 然後接的街單點都在那附近 尤其是廈門街 一直往廈門街跑 那真的是超有趣的 所以我認為就是那邊司機一定是比較缺 那我今天的話 老地方我也只接到一單而已 就沒有了 沒有的意思是 我就一直被拉到其他地方去了 其實我也跑很多趟萬華啦 這樣子 跑到我最後我就是 開始一直狂鋸齁 然後趕快落跑 這樣 中間去我也是 接到我不想接 我就開始鋸單 然後我就落跑 那原則上來說 其實今天 我算 我算有一點 這個小無縫 為什麼是小無縫呢 因為它不是真的是 一直來一直來的無縫 但是中間有讓我停頓一下下 那 其實講穿了 其實就是因為我一直鋸啦 所以才停頓一下下 那原則上來說 其實硬要講 那真的是無縫 一直到現在齁 現在的話 我是想要去寧夏夜市那邊 轉一轉啊 這樣 九點半而已 今天想跑到十點半 我想說反正就還有四趟啊 我都已經 對不對 我都已經跑六趟 我剛才就在跑四趟 我就把那個 那個第二趟是行程 把它拿到算了 乾脆這樣子啦 好啦 那我現在去寧夏夜市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寧夏夜市 現在是十點十六分 十點十六分 那我現在 就 回來這邊等 等單 我剛剛接到兩單 去送完就回來 然後我還去買了一個油飯 來吃 吃完油飯了 我現在就還插兩趟 我現在就還插兩趟 還插這兩趟而已 想說也只是兩趟 拚拚看 等等看 這樣子 那也講說要順其自然的等 不要放太多的這個 期待 沒有期待就不會有傷害 反正就順其自然 佛系等就好了 那 反正現在十點十七分 我是打算等到十一點看看 這樣 講來講就是 十一點前 可能把這兩單等到 大概是這樣 各位陪 我現在還是在寧夏夜市的旁邊 我還沒有等到單 最後這兩單 可能 沒有辦法完成 那現在是十點四十三分 那現在是十點四十三分 剩下十七分鐘 這樣子 其實我在想說 那就算了 那這兩單 那這兩單 就下禮拜一再完成 嘿嘿嘿嘿 那各位朋友 現在是十點四十五分 我剛想了一下 我想說算了 也不用等到十一點 反正就生了兩趟 那系統不給單 其實也不能講系統不給單 那就是沒人訂餐 系統怎麼給單 那等不到這兩單就算了 那我是想就 開著上線 那就是沒人訂餐 然後往岩山夜市方向走 因為我剛剛吃了一個油飯 那小小一顆 還是很餓啊 那我去岩山那邊去找東西吃 去吃晚飯 各位朋友 就在我即將要 這個彎離開寧夏路的時候 清單了 清單了 而且是兩單 好啦 趕快去取餐 各位朋友 在吉林路 我剛把手邊的最後一單 已經送掉了 那 我已經這個 把我的那個 插了那兩趟 把它完成了 這樣子 所以 我已經拿到這趟獎了 好 那麼我今天總共跑了24趟 然後這個金額就是 兩個趟獎加起來 所以是燙獎加成比較高 這樣 就燙獎拿到之後 金額就上去了 不然我今天 都沒有拿到那個小燙獎 還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我今天一直在 中正區 萬華區 在那邊一直 被系統一直留在那邊 萬華區 就那個樣子 沒辦法 那今天其實 算順啦 算順啦 一直到後來 十點多開始 就是要等 那最後四單才開始變得 比較 齁齁齁啦 不過我想想 我覺得也正常啦 因為它其實已經是 餐期跟餐期之間的那個時段 第一個是叫餐的人也少啦 然後再來是 這個時候出來等 等餐的司機 其實也相對比較多一點 因為還蠻多人 其實就是想要跑宵夜嘛 所以它這時候就會跑出來跑宵夜 所以我等於是有點跨到他們的時段 這兩次跑這麼 應該講說這三次跑這麼晚 其實我就 欸是三次嗎 兩次 應該是兩趟 這兩次 上次到十二點 今天是到 今天是為了要完成這個 喔這樣 那我的心得是 之後我不要跑那麼晚 不要為了衝燙一下 就在那邊等 因為花很多時間在等待 我其實覺得 就有點浪費時間 反正就是 就是佛系跑啦 然後 然後佛佛的跑 順順的跑 大概這樣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有個旗帶在那邊 就會壓力很大 所以我剛剛其實就在那邊等了兩單 就是有個旗帶在 整個壓力就變得很大 就反而是 不太舒服 這樣 好啦 那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應該會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反正就是看心情怎麼調適 這樣 因為有一位朋友 有在我的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這樣 那他跑得不是很順 這樣 那 其實我也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 我剛開始跑也不太順 我剛開始跑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人在40 我在40跑 雖然我騎電動腳踏車 就輔助動力腳踏車 但其實403多 然後橋多 說實話 電斧車 幫助沒有想像中的大 尤其是我接到那種什麼 仰德大道 的那個單 往上跑的那個 那真的是會死掉 那個 電斧腳踏車 其實是等於沒有 等於是沒有幫助的 這樣子 那 所以那個時候 純粹騎腳踏車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 我會建議就是 可以用一個運動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你用一個運動的心態 加強你體能的心態去思考 去給自己心理建設 我相信會比較好過 這樣子 因為我也是給我自己這樣的 當然我也確實是要增加我的身體健康 我講老實話其實 我今年48 48歲了 今年48歲 因為我是二月出生的 48了 這樣 那我也快 差兩年就50歲了 其實 我本身又是早產兒 所以我的身體是 從年輕到現在一直都很差 那 尤其是疫情這兩年 再加上我染疫之後 狀況就又更嚴重 這樣子 所以那 呃 我講老實話 其實為了我老婆 呃 為了我自己 呃 那 那我就決定就是 呃 好 好好的衝一下我的身體健康 這樣 好好拼一下練 練練身體 這樣子 呃 所以 那 2019年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呃 那 我就不然我再跑Uber意思好了 然後我騎腳踏車跑 因為騎腳踏車 確實實實就是 呃 多少還可以增加一點這個心肺功能 這樣子 呃 加強自己的心肺的這個能量 呃 呃 雖然是騎電動 電斧腳踏車 但是 呃 因為那個時候 剛開始跑 呃 都會 那個什麼 接到上仰的大道 還有送過橋的單 喔 那個時候真的挑戰很大 喔 那個時候也真的累得要命 那當然現在其實在台北市區跑 不過我也沒有說真的是 呃 真的是怠惰啦 原則上就是 呃 需要練習 就是 需要加強一下體能的時候 我 我還是有加強一下 沒有完全都用電斧在 在輔助 這樣 因為我還是要顧一下我的電池的電量 喔 電池電量 沒有沒有顧的話 呃 啊 那我很有可能 我就會 開始 全程都要怎麼樣呢 都要人力了 當然後來我 我有買 多買電池 那這個問題有改善許多 這樣 但是 我還是盡量就是 有一些比較短的單 我就直接人力跑 這樣 我就人力踩 這樣 就是 主要是讓自己身體健康為主 啦 這個蠻重要的 當然 喔 像 像 這位朋友 他講到就是 爬樓梯的 那我前幾支影片 我有講過 你就轉換一下心態 然後你就慢慢爬 你就想 喔 他們 他們這些懶人呢 喔 付錢讓你運動 你看這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要我爬樓梯 其實說實話 我不反對啦 喔 什麼 啊 五樓六樓的 我其實沒事都在爬 喔 這樣 四樓五樓六樓其實我都在爬 像我今天我就 爬了大概有 四趟是頂家的 就是那種五樓的頂家的 那我就給他爬啊 沒有關係啊 對啊 喔 那我就慢慢的 慢慢走上去 喔 慢慢爬上去 那下來就比較快一點 下來比較輕鬆嘛 這樣 那一樣嘛 我就保持這個 心情輕鬆 喔 反正你付錢讓我來運動 爬爬樓梯這樣 強健我的體能 喔 那我就很開心啦 對啊 我的心態是這樣子啦 喔 那 其實我這個人是很容易受到心情影響 的一個人 所以當我說 當我 應該講說 我的心情很容易受影響 所以當我心情受影響的時候 其實我做些事情 我做事情會變得比較 不起勁 又或是我會覺得特別的不舒服 所以我現在就會 盡量讓我自己就是 心情要輕鬆一點 情緒好一點 喔 大概是這樣 所以譬如說 像我前幾天 我又 我又收到一支負貧 喔 一個盜站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 就算了 因為那一天我跑了 啊就是跑三十三 那就是昨天 還是前天嘛 我有忘記了 跑三十多趟那一天 喔 我就收到一個盜站 但是我三十幾趟 也只有他給我啊 喔 而且那天我還收到兩筆小費 所以那這個時候我的心情就會轉為就是 啊 這個人神經病 心胸狹窄 腦袋有動 你看 三十幾個人只有他一個對我有意見 那一定是他自己有問題嘛 我們用大術法則角度去思考 結果他有問題嘛 對不對 別人都沒問題 結果他有問題 所以一定是他腦袋有動 那你就這樣子去思考 心情會比較好 跑起來也會比較輕鬆 像我 像我心情比較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欸 好像很多事情都蠻順的 喔 大概是這樣的 一個心情上的轉折啦 這樣 好啦 廢話不多啦 因為我大概要騎前面那段路 又要很小心 喔 好啦 明天我休息 禮拜一 剛剛 剛剛看了一下那個APP 啊 我跑三十四趟是 前天啊 前天啊 喔 我這前天收到一個負貧嘛 可是三十四趟裡面呢 也只有他給我 也只有這個傢伙給我負貧嘛 所以就這個腦袋有動啊 你看三十幾個人就他一個人 這樣子 那一定是他脆毛求疵 龜毛 OK 刁民 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太在乎這種事情 啊 啊 我用這個案例來 來跟這位朋友講 就是 這個 這種事齁 就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就不用太在乎 當然 你是在講那個 就是 腳踏車騎起來很辛苦 什麼的 這樣 轉換一下心情 轉換一下心情 真的 我講老實話 其實我也不是 一開始就跑很順喔 這樣 我也是 我記得我有寫喔 我 我進入台北市開始跑 我也是花了 花了大概幾個月的時間 應該是兩個月吧 還是三個月 其實詳細我真的忘記了 確診過我的腦袋更不好 短時間 記憶力有的時候會突然間 欸 剛剛我在想的東西突然忘記 會有這樣的狀況 唉唷 等一下 為什麼那邊會有一雙鞋 欸 真的 人咧 人咧 哇 按摩摩什麼都看得不見 然後有一雙鞋被丟在那邊 那好像是急急忙忙脫下來然後往下走啊 發生什麼事 好啦 大半夜不要亂管閒事 免得撞到鬼 可能去上廁所啦 不管 我剛剛講到哪邊 不記得啦 算了算了 就是給這位朋友 的建議啦 你就輕鬆的跑啦 那你不要給自己壓力 那你不要看我說 好像 我每天跑什麼什麼 然後你就要給你自己壓力 說你要跑到 其實我要講老實話 就是 每個人的那個狀況真的都不太一樣 那你要就是量力而為 其實我也是量力而為 因為我的體力很差 其實我的體力是不好的 其實有人跑的比我更好 而他是人力腳踏車喔 跟你一樣是人力的喔 他完全沒有騎墊斧 他跑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 其實我那一次我有問他 就說 那你方不方便 就是透露一下 讓我透露一下你的那個 他不是很願意 這樣子 他是跑中午跟晚上 那我是中午的時候碰到他的 這樣 後來我比較沒有碰到他是因為 他比較會跑101那邊 那我就真的是嫌101對我來說太遠了 那我現在就住40欸 我跑到京站已經是7公里快8公里了 我還差去101我的媽呀 對我來說真的是 那個就太遠了 所以我後來我就比較不去101這樣 那那位朋友喔 那位司機他是跑101那附近 101啊 國父紀念館啊 216巷啊 就東區那一塊 他跑得很 中餐晚餐弄在那邊跑 他真的跑得比我還要多 不要講中餐啦 因為後來我都不跑中餐 我就講晚餐啦 晚餐同樣的時間 他大概可以再多處多我一半 多我一半 他很厲害喔 他那附近的大街小巷 跟那個店家的那個地址 收門的收入 他都把它記起來了 他可以就是 那個APP一響 他眼睛這樣一閃一下 馬上就決定要接還是不接 接了之後他就可以馬上 跑到那個地方去 用最短的 就是最短的距離最快的時間 非常快就殺到 為什麼 因為他記得那個店家在哪裡啊 喔真的很厲害 那個是老 老司機型的喔 我們台語叫老 老叫齁 真的是很厲害的老叫 這樣子大概是這樣 好啦好啦我真的要那個 轉換心情啦 轉換心情啦 我要專心騎車